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今天凌晨,應超賽場催起一陣冷風 利物浦助陣艾菲路球場以1比2不敵烈斯戀 這是利物浦自2021年3月以來遭遇首次聯賽主場輸球 之前跨賽季主場戰績為22勝7和 不僅如此,利物浦今季各項賽事出戰18場已經輸掉5場 輸球場次超過上季全季63場賽事中的4場敗獎 本場比賽,諾迪高摩蘭奴4分鐘就替列斯聯閃電見功 雖然穆可麥德沙拿10分鐘後就替利物浦攀評 可惜基辛斯奧森馬維爾在89分鐘卻上演絕殺一舉 打破艾菲路球場29輪不敗的今生 另外,和不大行的橫有維基爾·雲迪克 據統計,自從2018年一家蒙利物浦後 維基爾·雲迪克一共出戰70場英超主場比賽保持不敗 戰績為59勝11和 換言之,這次輸播都是維基爾·雲迪克利物浦生涯第一次遭遇英超主場失禮 進入10月中旬後 利物浦先後在英超以一比零擊敗實力強勁的曼城和韋斯咸 收穫金貴英超第二次的兩年勝 都一度令人看出了狀態蒙湧的曙光 可惜隨後滑風一變,劇情都仍然大反轉 利物浦最近兩輪聯賽居然被洛定咸森林和列斯聯兩支賽前均 處於降班區域的藥女羞辱 這是他們10年以來首次遭遇連續不敵降班區域球隊的尷尬局面 以好而言,利物浦正是貫徹執行傑庫製憑的合道精神 連續不敵綁尾球隊,利物浦如今戰績12輪英超只能排名中有位置 在小踢一場一輪的情況下,落後第四位的紐卡數百分之多 主帥高普被推至封口浪尖,飽受比賽強度上不下 攻守兩端效率低的批評 毫無疑問,在沙迪奧文尼出走後 利物浦重金買入的達雲紐尼斯完全無法成為替代者 尤其後者此戰浪費了不止一次的絕佳單刀機會 如今的利物浦在前場給予對方的壓力和三叉擊時期 相比顯然是不同的檔次 此消彼場下,幾隊後防呂租險情就無法避免 曾經利物浦在比賽中能夠利用強大的中前場 去壓制著對手離踢 可惜隨著一眾中場大將的連帥漸長 他們在場上的比拼已經沒有以前禁擊你 高普在季初都曾相當有志之之名地說過 球隊如今的中場感覺上很脆弱 多謝收聽,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吧! 好球不等人!馬上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賽事!